如果说表迷的最后一块劳力士是day date的话 那么G-Shock最后一块表就应该是MRG 万表流行力天书接地气 大家好我是流行力 开一波三年多了 感谢有你们的陪伴 我们的家庭人丁兴旺 家庭成员一直有人反应 我们聊日本表比较少 万表尤其是乐视品的万表 还是瑞士品牌的天下 至少是某一个价位之上 还是瑞士人主导 乐视品讲究品牌文化 独门秘籍和标志性产品 在这个框架下 我们也讲过不少日本品牌 大家可以出门左转 看看我们做的西铁城的潜水表和巴西万表 今年上半年我们报到北京摩托车展的时候 还绣了一把是和通勤 又有纪念意义的限量版的西铁城 这表你看出来吗 这是超级态的 比钢青 这个是西铁城光动能电波表 三十周年纪念的限量版 这表白黑的 为什么黑的 这叫黎明曙光 咱们说瑞士表的时候 说什么整体是造型 当下有货 甚至是复合打磨 在一个超级态 舒不态的材质上的表面 它居然都有 关键是带着不心疼 你是跑山也好 你是通勤也好 都可以 注意我们说的有些表 虽然笔墨少 但是特别值得买的 如果你错过了 很可能就错过了一块好表 今年钟表与奇迹 任劳表展期间 我们还专门抽出时间去看了灌蓝师的新品 Tentagraph还记得吗 顺便说一下 上次去任劳 看钟表与奇迹的媒体里 报道灌蓝师的并不多 所以我们的节目 或许是独家报道 应该说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我们说高级之表是瑞士人主导 这个对德国也不例外 对日本甚至对国表就更不例外了 灌蓝师Tentagraph的摆驼 当时我不变点名 其实是有点像德日友好同盟的赶脚 一个要跟百达斐利四颗 一个要跟劳力士对标 起点都挺高 其实德国方面绝大多数品牌 按照行业内部观察 也是瑞士范儿的高级表 主导权在有些语境下叫霸权 多少有点火药味儿啊 主导权这事儿 想建立不容易 想打破就更不容易 如果不能借力打力 还不如闷头盈利 有个品牌说得好啊 To break the rules You must first master them 不管怎么说啊 万表流行力一直想着日本的万表品牌呢 如果还嫌不过瘾 今天再多聊五毛钱的 说一说Casio的G-Shock 顺便问一下啊 我手上这款Casio有人认识吗 我希望在评论区里边 在弹幕里跟你们解释一下 今天说一下G-Shock 40周年MRG挖人限定版 下面简称40周年MRG挖人 说这款表的理由有三个 一个是价格4万 一个是它与瑞士表的技术文化有交集 再一个它居然暗合了 瑞士少数爆款的设计规律 简单说 40周年MRG挖人 是小方块G-Shock 与挖人的高端合体 大家还记得荒野大标客 Widehog里 哈雷车主带G-Shock小方块 是个亮点 玩哈雷的倒也觉得不违和 G-Shock诞生之初 就是因为两层外壳 吸震材料和防震技术而名造一时的 防震抗噪没什么悬念 但总缺少一点传统表迷所期待的那种 说不出来的赶脚Prestige Class 挖人是出色的潜水表 真正的潜水要者可以没有瑞士表 但一定要有一块挖人 不管是G-Shock小方块还是挖人 都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有着不同于欧洲制表的新玩法 自成一派 不过这反而吸引着一大批的玩家和仓家 Casio的MRG让G-Shock走入了金属化时代 是高端表的标志 如果说表迷的最后一块劳力士是Day-Date的话 那么G-Shock最后一块表就应该是MRG 这么说倒也并不仅仅因为是金属化的外观 更是因为MRG跟高端瑞士表有着某种渊源 据说啊 山形线的Casio工厂 不仅有着智能化控制的机器 还有一批经过严格训练和认证的工匠 山形工厂内生产出的零件 只有经过严格精密的检测合钩后 才会进入下一步程序中 也就是说完工度很高 40周年MRG挖人是MRG和挖人的高端合体 要性能有性能 要做工有做工 但这似乎还是不足以让表迷们产生冲动 直到发现下面这些优点 瑞士语境的爆款腕表可以提认出三个要素 优秀的做工 吸引人的设计 自产机芯就更好了 第七代挖人一定是借鉴了瑞士爆款的某些优点 比如表尔中突 它是整体式设计的灵魂 即使是传统的高级腕表 也常常有失败的效法 但这款表把Intergrove Design发挥的非常的娴熟 让我这种看惯了瑞士爆款的人都心动了 它是为庆祝双周年纪念诞生的 所以版本稀缺性还是可以的 MRG BF1000E 1A9特别款腕表 以明黄色致敬初代挖人又构成了独特的外部识别 对此你怎么想 监听则明 只有在日本表和欧洲表跨界考察才能发现 欧洲爆款腕表虽然擅长拿捏传统金属材质 但作为运动表如果做大了就会笨重 但大表作为运动表又有着外向阳光的颜值 所以最佳的解决方案就是用碳纤维和钛金属 但是碳纤维的软肋是防水 这样的话钛金属是钳水表的最佳选择 40周年挖人是高端钛合金打道的 还配备了可快捷替换的钛金属表袋 轻巧又结实 这甚至触动了很多藏家兼用家的养点 也就是大而轻的鲜有美感 我们聊日本表还行吧 西铁城 灌篮师 卡学欧都设计了 你还希望我们聊点什么 告诉我们弹幕和评论都可以 另外说一下 9月钟标与奇迹就要在上海举办 你们最关心什么品牌的新品 或者喜欢从哪几个方面聊 都告诉我们 谢谢你们的陪伴 下期见